中外民人 壮典器 这有些有名的人 这边是隐形比较多 包括有些政治人物 这边长得很像 有中国的、台湾的、有国外的 瘦齐了一些 像范冰冰 你看范冰冰是右边的 这看起来两个都像范冰冰 当然左边是黑白照片 应该不是 可是卧室彩色的 用AI做成彩色的 而且很像 右边是范冰冰 左边是一个民国时代 可能一百年前左右 一个演员叫杨明润 我觉得找得比范冰冰更范冰冰 意思就是说 比范冰冰自己还像自己 你看这个太像了 就一百分了 但是这个角度 也许正面或其他角度 可能就没那么像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真的很像 什么角度都很像 有的时候是一个角度很像 某个角度很像 其他角度就没那么像 那这个角度特别像 尤其眼神、鼻子 他嘴巴好像比范冰冰大一点 就是太像了 这是壮点 这个叫壮点 就是脸 找得很像 然后台湾这个 大S 妹妹小S 大小S 本名叫学习元 妹妹小S 学习T 你看很像 左边的是以前 比如一百年前 或者差不多一百年前 延安时代 中共的一个美女干部 叫吴立立 吴立立 跟徐星云 她长得很像 当然也是某个角度 看起来很像 其他换一个角度 再拍个美女像 但这个角度蛮像 脸好像比大S 大一点点 但是整个眼睛 脸颊 这个整个 鼻子好像比大S 要挺一点 就是很像 很像 这样看起来蛮像 然后再看这个 中国跳雪冠军 郭晋晋 他不算艺 可是也算殖民人物 公众人物 长这样子 跳雪冠军 你看跟这个 青梦民出一个作家叫丁玲 丁玲 丁玲这个照片拍的蛮像带画的 大陆老师也差不多一百年前 蛮像 嘴巴这边蛮像 眼睛 鼻子没那么像 就 眼睛这一带 眼睛眉毛跟嘴巴这一带很像 如果画一点妆的话 故意要画得很像的话 那真的很像 这个有个八九很像 这个长得蛮像的 青梦民出作家丁玲 跟中国跳雪冠军郭晋晋 差了一百岁 小沈阳有名 也是照片商的徒弟 唱二人转 声音很高 可以唱非常高的高音 有演戏 有唱歌 后来也当歌手 小沈阳打一盖手 那这张左边的黑白照片 也是以前的人 但是他日本人 左边是日本人 不是中国人 你看他 这个照片人比较小一点 他就看起来好像 远看好像 近看也许没那么像 但远看这个角度 这个距离拍到车站 我看九分多像吧 九分多像 个子身高 可能看起来 可能也差不多 所以穿越时空 又中国肖沈阳活在一百年前 真的很像 然后这个晚清的洪女章 有名王胡雪亚 但是他后来垮掉了 垮掉了 后来整个家产都没了 有钱的时候 为什么叫红顶商人呢 一般商人就商人 官员就官员嘛 他是先是商人 非常有钱 后来也这个 顶带华林 带官帽 也当当官了 这红顶商人嘛 就正商两期了 你看跟那个 中国有名的演员 颜国曹操啊 赵邝映啊 这演技很好啊 演什么像什么啊 很有特色的 你看这个 不是说非常像 可是神识啊 这叫神识 有时候有些是就是 五官就很像 脸就很像啊 有些是脸看起来没那么像 可是他这个表情啊 神态 这个是神态很像啊 长得并没有那么像 可是这个神态好像啊 吴雪原啊 跟陈建兵啊 那差了两百年吧 快两百年了 然后这刘德华 刘德华当然有各种照片啊 这张是其中一张 有的照片更像刘德华 这张没那么像刘德华 他们都是他本人啊 跟墨子 我看起来真的有点像 这个也不是说五官 非常像 但是 五官有点像啊 这叫神识 可是你说 这这这这这这 这是画画啊 啊 这个墨子啊 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啊 但这个有代表性啊 你说一般人随便画个墨子 想象徒人家谁理你啊 但是台湾官方 一个是典藏 台湾政府啊 典藏了一些文化的东西啊 包括这个古人的画像啊 所以他有点代表性啊 就刚好 一个画家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故意要画 刘德华啊 或者画的就很像啊 应该不是要模仿刘德华 因为那个不同人画 墨子的想象图差距很大啊 但其中这个台湾官方 典藏台湾的 一个墨子想象的画啊 而且很巧合啊 就跟 刘德华真的 也许全顾这边啊 把眼睛这一带啊 确实蛮像 但是虚构的啊 这巧合了啊 然后王宝强啊 他这个 这个眼神啊 眼睛那一带啊 因为那个 王宝强眼睛这一带一百分像啊 神态也很像啊 因为那个 王宝强的武打明星 王宝强 他眼睛很好啊 他也是武打明星啊 所以我正统训练啊 我在我 他演的很好啊 就是反差很大 演小人物可怜 可怜的要命啊 跟那个黄柏一样 哇 演的狠角色又比谁都狠啊 这个演技超好的啊 但是回音 回音啊 爱情不太幸福啊 有很多波澜 那狠的时候狠角色 你看这个 王宝强也演过狙击手啊 这一部电视剧也演过啊 但造型的这个不太一样啊 哇 这个眼神啊 充满杀气 眼神锐利啊 这个很像王宝强啊 在这个解放军画报里面啊 这个很巧啊 这个角度看起来真的好笑 那麦克杰克森不用讲了 有名啊 跟西方一个古话的人 哇 这也是神态有点像啊 不是非常像 武官不是非常像 但是有一点神识啊 这样 但这个人 应该 应该不是黑人吧 只皮肤黑一点啊 一个古话中的人物啊 那哈利波特男主角啊 名字很难念啊 他跟那个西话中的一个贵妇啊 这是女的 左边这个 照片它是一个 这是照片啊 我这边是写西话啊 应该是 应该是西洋照片 应该西洋 老照片 老照片总的一个贵妇啊 是当之女的啊 可是跟这个 哈利波特男主角啊 什么雷德克里夫啊 长得是蛮像的 是蛮像的 啊 普丁啊 俄罗斯的领导人物啊 李修罗啊 一下当总统 一下当 就中生制啊 跟习近平啊 总统任期结束 就当总理啊 总理任期结束 又当总统 总统任期结束 总统总理 因为是他啊 可能也是啊 但是像普丁呢 就很多 西方人可能像中年呢 就很多啊 啊 至于2015年 是普丁本尊啊 本人啊 这个1920年的 跟1941年 是两个人啊 啊 这都长得 尤其左边这个 更像普丁啊 啊 然后有很多人说 普丁有很多分身啊 啊 网路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照片啊 就是普丁的照片 有时候不太像他啊 就是也很像啊 可是细维 西字看起来 又不是很像他啊 就是所谓的分身啊 所以很多 民族国家没有这个东西啊 有专制国家 怕刺杀啦 或身体不舒服啊 又比较参加公开场合 找一个 就是跟他啊 外形啊 包括身材 包括脸都很像啊 还要受训啊 那你说讲话为穿帮 那替成就尽量少讲话啊 做做表情啊 尽量少讲话 那有时候也必须受训练啊 所以要长得 替神长得像啊 声音也不能差太多啊 因为有时候必须要讲话啊 就是要选摸 哪个声音腔调啊 这两个有点像普丁啊 或者翻译普丁啊 这个李奥纳多啊 提拉尼号啊 这个现在已经中年了 李奥纳多 迪卡比尔德国译啊 你看左边这个小姐啊 1960代 这算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但是很像嘛 有时候男的跟女的会像啊 甚至有时候大人跟小孩会像啊 甚至有时候人跟动物 动物会很像啊 也只有算是一男一女 可是真的啊 神态啊表情很像啊 所以你这样子这个小姐啊 化妆成男的话啊 要彩色照片 搞不好就真的 就跟那个 尼奥纳多 迪卡比尔德国译大分不出来 而这中文演员周迅啊 左边是周迅的本尊 右边叫李小璐啊 是 这张照片这个角度 看起来也是蛮像的 周迅很有个性啊 演技也很好啊 他不是挺漂亮啊 但是 演技蛮有说服力 也蛮酷的啊 演技不错啊 你看这两个看起来都像张子怡啊 所以有的时候 叫真假难辨啊 当然只限于某些角度啊 你用各种不同的角度 或仔细走在前面啊 你一看啊 就知道是两个 那从照片嘛 你没办法去改变角度嘛 某些角度看起来就是一样 这样看起来两个都张子怡嘛 当然右边是本尊嘛 张子怡本尊 左边这个也是页眼的 童谣啊 所以这个角度 确实像啊 眼睛鼻子 包括脸型啊 都很像啊 嘴巴也是很像啊 这张非常像 然后 这个当左边是以前的人了 跟美国的漂亮女哥说 这个 史维夫特很漂亮 但是个性很全真很帅真啊 人脸也很好啊 漂亮宝贝漂亮 身材也好 唱歌也好 然后 但是他有时候不化妆差很多啊 有时候 他适合化农妆啊 有时候没化妆的时候 看起来跟林家的 长得不错女孩的差不多啊 但是化妆以后 化农妆特别漂亮啊 江湾很随和啊 很自然啊 家教 他家教也不错啊 跟这个固然是有点像啊 但不是非常像啊 就是 神态啊 有点像啊 嘴巴倒没那么像啊 所以 呃 然后再看这个啊 啊 这个是大家都说啊 这个已经过世了啊 哥哥啊 在外海的哥哥 张国荣啊 呃 同性恋啊 同性恋啊 他跟那个 跳楼自杀啊 相当跳楼自杀 很可惜啊 跟小舞队啊 啊 当然他比小舞的年纪大 很纯智蓬啊 一般工人就两个蛮像啊 呃 不是百分百像啊 就是 七八分像啊 神态也蛮 蛮像 有时候有些角度啊 有些表情啊 特别像啊 有时候又没那么像啊 所以一般工人两个是 比较像啊 那娜英跟刘嘉宁啊 刘嘉宁啊 刘嘉宁也一般讲像啊 其实不是啊 他是好像 江苏人啊 他是中国大陆人啊 啊 后来到香港发展啊 所以 他比较讲廣东话啊 可是他那个 回老家的时候 就去 去讲家乡话啊 去到中国大陆人啊 那娜英也是啊 也在台湾发展过 那时候 大一听是东北口音啊 两个不是顶向啊 但是也是一点点深色啊 那娜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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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娜英在人设坏掉 人设啊 人设啊 人的设定啊 就是觉得他比较 啊 个人的 啊 啊 啊 也帮老公还了不少钱啊 啊 后来 也开始跨界艺人啊 也开始唱歌 一开始唱的一般啊 后来越唱越好 后来还做曲啊 多方便的发展啊 他整个形象是不错的嘛 小刘涛叫曹西文啊 这个角度看起来 蛮像的 那吴金啊 这个你看 可是这女的这个也是 哇这个 脸这么紧是一个模式 好像P图啊 好像用这个软体啊 P上去 你看这个 这不就是吴金吗 可是不是啊 不是P图啊 这长得就很像 吴金算是女的 所以有时候男的跟女的 也很像 那就是吴金嘛 还是这么巧啊 中国女演员 跟中国著名武打 那一个人 战狼 犯火者 所以毕竹啊 他也是武术训练班啊 武术队出来的啊 也真的会打啊 可是当演员啊 当武术队是比较强啊 但是跟实战又是不一样啊 因为他们主要是表演啊 当然也是比一般人厉害多了 台湾女演员啊 可能中国打比较不认识 在下雨前啊 长得 也算明星点吧 跟这个宋云华 这两个 这个角度看起来也蛮像的 看起来像一个人啊 台湾的欧帝啊 欧帝 这个多才多艺啊 以前是跟那个 跟谁小猪啊 合作啊 他是舞棍啊 跳舞跳得非常好啊 唱歌 喜欢唱 唱得没那么好 唱歌的水平不是那么高啊 但是喜欢唱 好好唱 有时候唱得不错啊 跟有时候 喜欢飙高音啊 又飙不上去 从小嘛 鞋心嘛 查可打魂嘛 但舞确实跳得好 你看跟这个 美国的 饶舜宇歌手啊 李米奇纳啊 他看起来这样子啊 有时候有点像啊 这个詹姆斯嘛 那个 LeBron James 这个很有名 很厉害的 这个天王巨星啊 这个人打球很毒的 我这个个人很讨厌他 他当然有名的不得了 一直创 一直创纪录 可是篮球就是五个人打嘛 那你老是标榜个人啊 所以他像同队的 Androni Davis 那很强啊 被他压到不行啊 这个很糟糕啊 就是五个人打也是团队嘛 可是一直标榜歌 一直破纪录啊 很哑巴啊 但是 有名嘛 一般人喜欢的不得了啊 但是我觉得很糟糕 跟那个 跟前面的Coby Coby一样 也是毒的不得了 大天王啊 跟台湾人的歌手啊 张正月的歌 张正月的歌蛮特殊的啊 尤其歌词啊 甚至有些彰化什么进学 就是比较我心我素的歌手啊 他刚是台湾人啊 但是皮肤偏黑一点 这个角度看起来 跟张伍斯有一点点像 这不是很像啊 但是一点点像啊 台湾歌手夏阿俊 夏阿俊舞跳得非常好 有些演艺圈论说 大概歌手里面 就是舞群不算啊 就歌手里面唱跳的啊 最会跳的可能是他 还不在意你啊 比在意你还会跳 那也说过 专业训练嘛 歌唱得也不错嘛 但是后来就是身体啊 身体出了一点问题啊 就后来作品就比较少 蛮可惜啊 跟那个 温蓝是原住民啊 台东 好像是台东的那个原住民啊 这个角度没那么像啊 好像温蓝的脸宽一点 就温蓝脸很窄啊 这张照片我倒没有很像 有的照片真的好像啊 他这个 还会摇屁股啊 摆臀啊 很厉害啊 后来作品也少啊 这两个有些角度特别像 但这张不是那么像 你看这两个也是有点像啊 就是梁鹤群就是以前有一个有名的嘛 演员 男演员 后来当导演 辽秋春 但是 他儿子梁鹤群跟梁鹤都不像啊 但是好几个儿子啊 长得都不像啊 那梁鹤群啊 跟梁鹤群啊 跟梁鹤群长得不像啊 可是跟狼狼有一点点像啊 这个嘴巴这边啊 他嘴巴比较翘啊 嘴巴这边不像啊 可是这个眼神啊 尤其这个角度啊 看起来蛮像 跟那个有名的狼狼啊 这个 钢琴大师嘛 狼狼的这个气质什么啊 表情啊 都蛮好的啊 那国际有名的狼狼啊 这个比较有趣啊 就甘道夫嘛 魔戒甘道夫嘛 本来是灰袍无尸 还别人白袍无尸嘛 他同性脸啊 他很早就宣布到同性脸啊 英国人 英国人 这他已经年纪大了啊 他年纪的时候倒不红啊 就是老来红啊 到了魔戒什么才红啊 你们跟这BABY啊 他跟BABY怎么会像 我们说神态啊 这BABY看起来怎么像老头子一样 这个神态 尤其眼神这边啊 这蛮像的啊 鼻子也是有点像 就是带点趣味性啊 然后这个 罗宾威廉斯啊 他是演剧派啊 长得是普通啊 但他是演剧啊 他又常常演喜剧啊 但悲剧也会啊 主要是喜剧啊 这是他的一个剧里面啊 什么什么 演这个奶妈 年纪大奶妈里面的造型啊 你看这个小BABY啊 这看起来有点像啊 这也是一个巧合啊 不是那么像啊 跟神态什么有点像啊 然后这个个子翻译啊 个子可能在一百一百四啊 或一百三十几 个子很好 也不是诸鲁啊 也不到诸鲁就特别爱啊 然后很早有头就突了啊 也是演喜剧啊 意大利啊 跟这个小BABY啊 看也像啊 小BABY也没头发 他的表情啊 什么刚好巧合啊 就很像 这个可能很多人不认识啊 美国的喜剧演员啊 胖胖的 你看跟这个 也是小BABY 那小BABY你看这个 他脸嘟嘟的 这个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像 可是这个神情啊 神情就很像 那这个地狱厨师啊 常常在这个 美国频道里面都有啊 他是秀他的厨艺啊 格登 拉姆齐啊 这个做了很多节目啊 厨师啊 跟这个小BABY 也是神态也是有点像 哇 这张我看一百分啊 连九九分都不止啊 一百分啊 港星罗嘉良啊 他娶一个中国大陆 一个蛮漂亮的一个 电视女演员啊 那女演员 其实啊 长相都还不错啊 罗嘉良嘛 哇 你看跟这个民国时期 一个中国共产党 一个叫赫瑞宁 他很早就 好像被处决了 很早就死掉了 很像啊 你看这个一百分啊 就是一百分啊 你如果说这个 这个赫瑞宁啊 如果说这个头发 熟的一样啊 或怎么样 衣服穿的一样啊 彩色照片呢 这样看起来是一百分啊 就是一百分啊 就是一百分啊 这个 这张照片很像 但是本人没那么像啊 这张照片特别像啊 那港星赵雅芝嘛 以前演员 新上海谈也有很多港剧 这个不老女神啊 东霖女神啊 现在什么 要奔妻了 要七十岁了 那看起来也不老啊 但当仔细看啊 女人就是老不老啊 看她脖子啊 因为脸不会化妆嘛 看脖子啊 看手指啊 这些就看得出来 因为手指一点直接 一定会比较 会粗一点嘛 所以看脖子的纹路啊 看手指头啊 就这些啊 当然没办法了 就很多说动铃动铃啊 那假的啦 你回家一卸妆 老公就说白头啊 又去骗人啊 都说七八十岁的人啊 化妆出去灯光一照 跟正人回家脸一卸妆 又老太婆了 所以人动铃动不了啊 当然有的会 真的会 稍微年轻一点点 但是不可能 你说看起来年轻的五六岁 什么时候有可能 年轻的二十岁三十岁 不可能啊 化妆嘛 或者整形嘛 但整形就有个问题嘛 你整一次要不要整第二次 你整多了 就出毛病啊 蒋英啊 蒋英来头很大啊 中国导弹支部前学生啊 她的太太啊 歌唱家啊 她是李高音啊 她爸爸也有名啊 她爸爸是 她是千百里啊 中国民国世界最有名的军事理论家 但是可惜啊 因为她是 幫北洋军阀服务啊 北洋军阀垮台以后 蒋介石冷暖 所以蒋介石很糟糕啊 都只用自己人啊 不用别人啊 一张照片 蒋英确实是美女啊 活到九几岁啊 前学生也是高手啊 这是大厨 不是田学生 前学生啊 她也确实漂亮啊 气质也很好啊 所以她有学生啊 教育英才无数啊 学生都很推算她 这个是香港南瓜州 周博豪啊 你看跟这个 中国的有名啊 偉大的周周历啊 年轻的时候 看起来也是啊 挺像的啊 周来就是非常有才干的人啊 政治啊 军事啊 经济啊 外交啊 都懂 这是一个全才啊 人也不错啊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对毛泽东啊 一句话都不定啊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所以她也没有被毛泽东诊输过 有利有弊啊 但这个人才干啊 这是这种才高八斗 当然高手曹哥啊 她的真音啊 非常高啊 我们说假音啊 婚姻不算 她的真音啊 要比婚姻非常高啊 雖然是美国籍的啊 但是 谈吐啊 那些就不提了啊 谈吐那些就不咋提了啊 但唱歌是有她的一套 然后跟那个高普就学了 曾雅宁啊 这样看起来有点像 曾雅宁以前 打过去嘛 但突然之间就不行了 也搞不清楚啊 有人说是因为啊 感情啊 什么因素 后来突然之间就不行了 本来好都不知道 突然之间就不行了 然后 一般认为啊 台湾一眼 李智琳是右边嘛 跟这个 日本AV嘛 就成了女性 博多也结议啊 很像 有些角度特别像啊 有些角度 看起来没那么像 这张也是有点像啊 我跟博多也结议啊 博多也结议好像还道歉啊 就说 哎呀我是AV女星啊 长得跟您都说 跟李智霞啊 不好意思啊 因为AV女星的地位差一点嘛 这个 美国脸书啊 脸书本来是哈佛大学 里面内部通信啊 联络啊 社交的 越搞越大想 大得不得了 也是创办人 马克祖伯格啊 他好像犹太裔的血统啊 美国犹太人那个力量太强了 像国务卿也是 犹太人 所以他一道协调以巴冲突啊 一道以色列啊 对 往以色列欢迎他啊 这个我们自己的同胞来了 他跟以前啊 西班牙国王叫 菲利普 四世啊 你看这样看起来 当然菲利普四嘴巴比较厚啊 嘴巴比较不像 尤其眼睛这一带啊 蛮像的 而这个是陈梦的高雅嘛 里面安东尼霍布金是英国人啊 而他的 智商不是太高啊 因为他自己也讲嘛 他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没办法念啊 功课都不好 也不是很开窍的人啊 不是脑筋很灵活 可是很沉稳 尤其他非常敬业啊 演戏啊 入目三分 安东尼霍布金是 沉默的高雅里面 那个杀人魔王啊 呃 他也 角色也多变啊 也可以演 好人 好到不得了 也可以演坏人坏到不得了 所以这么就演技好 那跟苏格拉底啊 那是雕像啊 苏格拉底 当然没有照片太早了嘛 没有照片 但是当时的人啊 知道他长相 后来做雕割 基本上兔头啊 没什么头发 把鼻子短短 狮子比啊 这样看起来啊 有大胡子嘛 希腊很多的胡子啊 跟安东尼霍布金是啊 这样看起来 巧合有点像 啊 其实他也蛮像的啊 就是 玫瑰元 雅里克鲍德文四兄弟啊 他后来前些年倒霉 结果 演戏的时候 道具处 拿一个枪给他啊 道具枪 结果他一打嘛 就变真枪打死了 那倒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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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又搞了一大堆官司啊 倒霉啊 他像头发个白的啊 白头发啊 白头发啊 呃 好像是19 19 1958年啊 1958年出生啊 也差不多要往70岁走啊 还是再早一点啊 195857那一代 你看看这个 美国第13任的总统啊 菲尔摩啊 这样看起来也是有点像 那当照片如果是用白头发 他像头发个白的嘛 那就会感觉上更像一点啊 那这个美国女性 曾尼峰、罗伦斯啊 这当然上二线吧 有些都不清楚啊 跟1960年代的一个埃及年元 这样看起来也是蛮像的啊 尤其眼睛那一带啊 嘴巴也像啊 鼻子都像啊 整个轮廓都像啊 这两个当然一个黑白啦 如果两张都是彩色的 或者曾尼峰老人是故意 要跟他像牌照黑白 化妆一样啊 那就是九分以上效啊 我知道很像 魔剑里面演了个精灵嘛 但是他本身是黑法 但里面金法啊 很帅啊 很帅气啊 动作武打都很利落啊 神剑手啊 奥兰多布鲁 跟19世纪末的一个罗马画家 叫尼古拉格里高莱斯库啊 你看这样子啊 很像啊 看起来好像 眼神也很像啊 胡子嘴巴这边好像啊 鼻子也有点像啊 这真的很像 然后这个冰火权力游戏啊 里面小恶魔 他真的是诸儒啊 诸儒 跟一个19世纪作家 看起来也蛮像 诶这个 19世纪作家 好像也是诸儒啊 你看 两个人都是诸儒 我的招很像啊 很巧 这个很多人可能 比较不清楚啊 美国一个是现在 蛮有名的一个 脱口秀宁员 柯南啊 阿布莱恩啊 跟美国19世纪的一个共和党的一员 你看 也是 也是很神实啊 长得也蛮像的 表情很像啊 哇 这个 洛基啊 洛基学士斯泰隆啊 意大利裔的啊 这个 跟19世纪的教法啊 格雷格雷就是啊 这个表情 尤其眼睛啊 眼睛特别像 眼睛鼻子特别像 嘴巴也像啊 当然下游的罪肉比较不像 你看这个也是 很像啊 那这个19世纪 德国一个非常有名的 苏本华 很有名的哲学家啊 但是他比较歧视女性啊 跟他讲到 到女人旁边啊 记得带一个鞭子啊 所以他抽她啊 因为以前是南尊女卑嘛 跟三位其他 美国演员 强尼泰普啊 这个角度看起来啊 不是很像啊 但神情啊 神色 神态方面也是 有点像啊 所以强尼泰普 人是不错啊 倒霉啊 娶着那个漂亮宝贝啊 就漂亮宝贝啊 神明兮兮的 搞了一大堆官司 倒霉啊 好 英国演员修格兰特啊 长江左边啊 跟 也是英国的著名的剧作家 奥斯卡瓦尔特啊 你看 这样 这个 这个角度 这个看起来也是难像 尼克拉斯凯奇啊 意大利益啊 他前面 赚了很多钱啊 他的叔叔是卢卡斯啊 可是他年轻时候蛮有志气 他就故意不用卢卡斯 他去了一个印尼 美克拉斯凯奇啊 所以年轻的时候 当然也有过一些骗子 赚钱啊 可是差不多到中年的时候 就是 不改香港 乱花钱啊 灰金如土啊 全员花了差不多 后来又 什么戏都戒啊 就排烂掉了 后来就完全不忙 就跟布鲁斯威利一样 布鲁斯威利比较还糟糕啊 已经生病了 还是乱排 连剧本都记不住 就是有些制片人吧 压榨和产业的家族 你看跟这个美国内战的时候 一个军人啊 这样看起来还是蛮像的 然后李恩尼迅啊 也是好像爱尔兰吧 爱尔兰也很高啊 大概194、195 个子很高啊 他还奇怪啊 他年轻的时候不演动作片 到了60以后 差不多60左右 开始啊 又演动作片啊 可是身手蛮有灵魂 因为他个子就大嘛 历史又大嘛 但是身手蛮灵魂的 但是身手蛮灵魂的 你看跟那个古巴领导的奥斯素啊 这样这个表情就很像啊 但奥斯素 年轻大以后就长得不是这样啊 所以李恩尼迅呢 所以李恩尼迅呢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开始煮 但早就过世了 后来换到弟弟了 弟弟也过世了 这样看起来是很像啊 李恩尼迅的鼻子很特殊啊 这个骨节突出了 哈利波特啊 哈利波特啊 你看跟这个一个少女啊 这样看起来也蛮像啊 简直 这个女孩子脸 稍微方一点 无关 我看也是 九分以上像啊 哇这张我看也是一百分啊 神鬼西亚的明星啊 强力代谱啊 该也有啊 啊跟这个啊 这个当然也是 可能也是一百年前的啊 这个 我这个年轻也是有点像 这个几乎一百分像啊 一百分像啊 哇这个也大概有九成像啊 就是美国啊 男星啊 就是神鬼 神鬼战士嘛 神鬼战士里面 他不是个武打片啊 可是他里面 武打非常 就受过训练啊 练习 他开始不高啊 在美国里面 这么一百里也不算多高啊 可是动作非常例如啊 这里面的非常说服力啊 但是后来跟陈隆他们 拍中国一个烂片啊 你看这个 看起来也是啊 角度 刚好角度一样 表情差不多啊 所以加分啦 但是这个 以前这个年载 像儿童的面皮液涂出来一点 其他都蛮像 笑起来的样子很像 这个100分的 美国男员Annie Murphy专门演喜剧片 现在作品少一点 有点年纪 比较少一点 Annie Murphy 以前非常有名 演喜剧 跟以前 这也是可能一两百年前 尤其都快两百年了 以前也是黑的 这个超过一百分 这张照片 如果把它弄成彩色照片 也拍一部戏 拘抓人家也相信 所以他现在活到现在 可以当Annie Murphy提升 这个也是很像 美国女星娜塔利·宝曼 跟以前的女孩子 这个人七十年前 这样看起来是蛮像的 川普普特 也是意大利的 他舞跳得非常好 也会唱歌 但主要是跳舞 但是 以前 周六 叶未免跟 阿里比亚伟敦 很有名的 但后来 歌舞片就少一点 他非常会跳舞 跳的运力感非常好 但不是跳得非常快的 你看跟这个 19世纪的人 当然发型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看 嘴巴好像 嘴巴在一张 眼睛跟嘴巴在一张 眼睛跟嘴巴在一张 好像 江菊普特 活得非常自在 他其实也不是拍得顶多 因为钱也赚了不少 他有好几架飞机 所以他到原来的地方 自己开飞机 所以美国好几个演员 都自己开飞机 他就自己开飞机 像台湾张国伟 自己开飞机 好几架 所以家里面 外面就是一个 停机瓶跑道 这上面 我看也是一百分的 几乎都像 眼睛特别像 嘴巴也好像 这差不多一百分 摩羯里面 摩羯里面 摩羯的男主角 跟一个中东 贝多英族 贝多英族 就是阿拉伯 阿拉伯的学生 游牧民族 但是他是女的 一位少女 男的跟女的很像 我看差不多一百分 这是唐国强 中国一级演员 雍正王朝 演员 雍正 影政 唐国强 他专门演 毛泽东 陈道明 专门演员 蒋介石 这个大刀髮型 我也请求毛泽东 故意输成这个髮型 也是蛮像 这样看起来有点点 不是非常像 可是一看 就知道是毛泽东 就这样不错 他演戏 要讲湖南话 讲湖南相谈话 这个台湾有名的 就是花脸的老先生 叫李登克 这张还不是顶像 有的角度 有的照片 更像 真的很像蒋介石 又是光头 哇 长得非常像 尤其那时候 被人家发现 长得跟 行动中讲空很像 他已经有年纪 所以 扮起来 特别的说服力 这张不是顶像 我有看过他 电视上 有其他照片 有的照片 简直到百分之九的几项 这样也是有点点像 马绍华 扮演孙中山的 中国一级演员 马绍华 台湾也有个演员 演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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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像 没想到 这张就已经很像 黄渤 我看也是一百分 都可以给超过一百分 什么意思 最多一百分 什么叫给唱 比黄渤更像黄渤 这话一下子也不知道解释 黄渤当然有名 一般他很会讲话 情商很高 演小人物很像 所以他比较不适合演大人物 演小人物 尤其演他比较酷的 演技很好 他原来是歌手 这歌唱得很好 重气很足 很有特色 这个人大家都蛮喜欢的 哇 这有一个人在这个 这什么场合 拍到一个 真女的 哇 很像黄渤 这个他很华裔的 他本来是L.A. Boys 美国人 华裔的 华裔的 长得不顶帅 可是他蛮有特色 蛮有个人特色 也蛮有女孩子缘 跟台湾社交民 吴佩泽 可是很高 九头身 当然是美女 一个是美女 黄历琴长得不顶帅 可是蛮有特色 也蛮有男人味的 这个角度 鼻子都蛮挺 嘴巴当然不像 黄历琴嘴巴比较厚 但这样生态 一点点像 台湾的演员明道 左边这个 跟右边阮金钱 阮金钱 有点凸 头发少一点 这张照片看不出来 头发少 个子还蛮高的 比明道高 这两个也是有点像 这张也是100分 王宝强 跟路人甲 你看这个 这发型当然无所谓 这无关了 差不多100分 这个中国电节目 快乐大美营 不是杜海涛 杜海涛 高高大大 寒寒厚厚厚厚 看起来很寒厚的人 笑嘻嘻的 娶了一个美女 叫什么城 很漂亮 你看 跟这个 左边这个男的女的搞不清楚 快点像女生 看起来很像 看起来很像 这100分 香港动作片里面 曾子丹 曾丹也学武术的 他演一二文 一二三四 也会打 但是他直接讲过 山南买老师 就说 我是会打 但是跟实战不一样 真的 你叫电影演员 武打明星 去格斗试试看 就像李小龙一样 这李小龙 当然很厉害 你真的去格斗 看看就没那么厉害 为什么他个子小 如果跨棋的话 也没办法打 当然他很厉害 是没错 脚很快 可是 你打格斗的 你打三拳 两拳 要打你一拳 你就糗 所以演员就是演员 演员 像他们 陈龙啊 这个 曾子丹啊 李小龙啊 这些 洪金堡这些 也确实有底子 但是跟格斗是两回事 美国有一些动作 演员他就是格斗出来的 那就是真的 那是真的 所以一般他们公认 香港 最会大海走比例 还有陈慧敏 老一队 陈慧敏 他就是打雷台出来的 那大家就没话讲 你去比赛 而且拿过冠军 那你说演员武打员 黄飞鸿那么厉害 那你去打打看 不知道 这张 你看 可能是农民 这张是一百分 不知道有没有皮股图 不知道看来有点怪怪 可是 看起来就是一百分 比政治单还政治单 这个也是差不多一百分 韩国人有一个白玉坛 有人叫白玉丹 跟中国人设计了 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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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要汤伟 汤伟 汤伟 也是被 他们被陈慧阁发授出来 本来不知道是 餐厅上班什么 发授出来 晚上看起来是 两个分不出来 谁是汤伟 两个都是汤伟 汤伟是右边 左边是韩国女演员 这看起来也是一百分 那都像 五官都像 身材 不知道像不像 脸上几乎都一样 张国立有名 张国立 在像柳洛国 张国立 我个人是很讨厌 就是太商业化 就是有名 柳洛国演的也不错 那就是什么戏都派为了钱 所以 演刘洛国 我沈一起来了 李宝贤 他后来说我不跟他们合作了 张国立 王什么 演何胜 不合作 就是大家 到不同 不相问 你们这些都是为了商业 为了钱 但李宝贤到没 后来也被封杀 但李宝贤确实 被 被就是交谎 就演康熙的 那就是李宝贤 有几个印理智演员 张国立 演戏 尤其跟那个什么 张铁林 是嬉皮笑脸 然后 什么戏都一样 我个人不喜欢 但是长得蛮帅 然后平常也笑口苍开 形象看起来不错 跟韩国的演员 海上镇 张看起来也是蛮像 那王祖兰个子很爱 太太很高 太太又高又漂亮 很有才艺 也是贤心 王祖兰 你看这个小娃 这个小娃 你看这个神态 也是跟王祖兰很像 王祖兰的模仿能力 也蛮强的 也会唱歌 哇 这个周润巴很像 当本人走近看 就没那么像 这个角度看起来 差不多 也是九分以上像 这个法型也蛮像的 从华兰的演技 当然好得不得了 演干潮人物 凡是什么都可以演 演小人物 演悲剧 演喜剧 演打人物 孔子也在演 但孔子我觉得不怎么样 当然演技好得不得了 但是一般说他个子很高 没那么高 他说一八零 没有 他自己也讲过 他说最高一八零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高呢 因为他腿长 手脚长 所以他在一八零左右 所以我是一七六 所以我以前 有一个属下 一个同事 他有段时间 就常常看到周润巴 他说他没有 我那个同事说 他说长官 周润巴没那么高 也没有比你高多少 差不多 没有查多少 我说啊 周润巴不是很高吗 所以你看 曾泰哥一八零 周润巴比方看起来很高 正在这个 曾泰哥旁边也挨了一千 曾泰哥也不过一八五 但他又比他挨一千 他自己说一八零 最多一八零差不多 有一个朋友 他一七九点多一八零 也是手长脚长 看起来都一八零 有时候手长脚长会加分 有时候 有个一八零看起来没那么高 他看起来手脚看起来没那么长 这很像周润巴 这也是差不多一百分 台湾歌手周杰伦 名字忘了打 周杰伦很像 周杰伦也很麻麻 他也不太会念书 不过也没有跟肖静腾有点像 阅读困难症 可是就是他妈就培养他 所以他以前一般学校不好念 他妈就发觉他的音乐天赋 叫他培养他 弹钢琴 作曲 他作曲非常天分 但是他的中国风我很有意见 这方文山 当然要怪方文山 就是一句不文一句现代文 前不早睡后不早点 可是年纪搞不清楚 看中国风马就好 吃作的很烂 语文的标准很烂 看起来很华丽 但是仔细 懂古文的 对文学造语很高的 就知道 都在写什么东西 这张就很像周杰伦 除了脸颊丰满一点 这很像 这也是巧合 这林医家有名 林医家声音好高 而且很扎实 又高又厚 这有天分 唱歌声没问题 新加坡人 当然有些对他很负面 可是没有证据也没办法 说他很滑 可是第一个他没结婚 第二个你没证据 那天 不要看我再说 你看跟你女孩子也是 也是好像 也是快一百分了 你看这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长那么像 左边这是女孩子 然后这个是 这不是小燕子 小燕子 赵薇 赵薇也是蛮 也是蛮水和的一个人 长得也不挺好看 可是就是蛮唐人喜欢 后来因为日本 全身穿着日本国旗装 倒霉 被封杀了一段时间 跟这个一个华人 不知道什么华人 这我不认识 跟获得美国格拉美奖提名 拉美奖提名 这都搞不清楚 但也许是有华人权同吧 搞不清楚 但看起来有点像 鼻子很像 嘴巴 眼睛很大 这看起来很像 哇 这你看 当然 仔细看没那么像 但长看指甲 哦很像 扶扶太太的 头发发型也像 习近平长得不咋地 他很开阔 是因为这个很害厚 可是没办法进入中国体制 当了皇帝啊 当了领导人 这当然没办法 就整个就变掉 都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习近平 任何人去当那个位置 像薄熙来如果当中国外国 比他更狠 谁当好那位置都是这样的 你看 金三胖嘛 金小胖嘛 以前在瑞士生命念书 也是很单纯嘛 回去北韩当领导人 也是比谁都狠 这是体制的问题 他本人倒是比较纯朴 但是学士水平很低 所以中共超过100岁的元老说 哇 他跟习近平聊 我没想到习近平啊 因为他可能一百零几岁 现在可能不知道死了没有 宋平嘛 我没想到习近平的水平那么低 只有小学程度 但习近平不高兴嘛 所以这样看起来 确实有点像 就是中国的绿欧 歌唱家 劉克勤啊 看一下习近平啊 那习近平 确实蛮高的 一八零啊 又富富太太 你看这个很像啊 美国男性马修麦康纳 他是一头金色卷法 也不是太大牌啊 一二线之间啊 这样也是很像 一个古人很像 所以这一集啊 就收集到一些 当然也没有包括所有的啊 大部分可能七八成八九成 也包括在内 这个带领虚位性啊 就是中外迷人啊 壮点啊 脸长得很像啊 这就叫做